自從幾年前金正日的健康轉差的消息傳出之後 外界很關注金家政權的繼任人 去年9月 北韓執政勞動黨舉行44年來的首次黨代表會議 選舉新的領導層 金正日的接班人正式亮相 就是他的第三兒子金正恩 獲推舉為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擁有大將軍銜 年紀不過30的金正恩 逐漸在重要的政治活動中亮相鞏固權力 特別是軍方的活動 因為金正恩在軍方的資歷上淺 有必要加強他在軍隊的聲望 兩個月前 北韓舉行的軍事演習 金正恩陪同父親視察 外交方面 報道只過去一年 金正日曾經帶同金正恩到中國訪問 被他和中國的領導人形式建立關係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十月底到訪北韓 金正日為李克強舉行歡迎宴會 金正恩也有出席 但是對外界而言 始終對金正恩的了解不多 不知道他的實際能力 報道TV巡述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